而受到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的影响 昨天早上新疆哈密东天山山区降下了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大雪 局部的降雪厚度甚至超过10厘米 哈密地区境内的道路以及当地部分县市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了影响 我现在是在省道303县距哈密80公里处 由于降雪导致大批车辆滞留 为了疏导交通保障通行 当地公路部门调来大型残雪车及时清理积雪 到下午两点穿越东天山的省道303县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由于降雪比往年提前了半个多月 当地大部分牧民都没有做好储存牧草的准备 降温降雪天气还造成新疆哈密北部巴里昆县 七万多亩小麦和大麦不同程度倒幅 降雪已经停止 目前当地已经展开生产自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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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